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作词 李宗盛 嗯嗯嗯 好吃 真好吃 如果想要喜欢这个影片 点赞 投币 小赞 一键三连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又到了我们家的每一日餐时间 今天做简单的吧 番茄鸡蛋刀削面 好了 现在开始弄 四个番茄 二十次人民币 我的天哪 我疯了都会 起锅 先把鸡蛋炒了 炒鸡蛋 稍微点一点水 这样的话鸡蛋的话会嫩一点 因为我不会控制 控制不了火候 所以我炒鸡蛋稍微放一点水 特别是这种 叫怎么说需要嫩鸡蛋的情况下 一定要稍微点点水 是最好的 我个人感觉 有可能问我不粘锅 有可能问我不粘锅 不粘锅在哪买的什么牌子 能不能搞点回来 我客人觉得所有的不粘锅 只要用时间长都会粘 你们也会发现我几乎是半年换一次锅 再好的不粘锅 你用时间长都会粘 所以还是要勤换锅吧 好了 起锅充心烧油 放姜蒜 然后把番茄给锅里 我自己做的小酥肉切一切一会放锅里 好 万事具备 好了 做好了 今天今天那个面 我不吃香菜 特意为我老婆准备的上司 为什么你吃饭的 我不是在吃饭的吗 为什么 你吃饭了吗 好香 你吃饭了 有什么东西吗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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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边吗 嗯 这个面好金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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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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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肋菜 酱菜 好酱菜 好酱菜 差不多 全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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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吗 咦咦 好吃 好吃 好吃,真好吃 有很多人就问我 说你是个上门女婿啊,怎么怎么地了 咱们就今天聊一聊这个上门女婿这个事啊 关于上门女婿你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如果是入了我老婆家的租屋 那我算上门女婿入罪 然后又有人说 那你买的房子买的车 如果是你老婆的名字的话 那也是入罪 首先生命点 我现在就是贷款 带着这个银行房子之前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是我老婆奶奶的房产 她是往外租的 正好是没人住 我们先占住一下 前段时间相中的一套房子 二手的资源收拾 我们把它买了 然后那个房产呢 咱们国内是怎么弄的 我这个不太清楚啊 是房产证怎么办 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日本 不能说在日本吧 我们家这个房子买的时候 情况是 因为我的名义贷款了 所以房产证上就我一个人的名字 后来因为我钱不够 我个人 因为我跟我老婆共同财产 但是银行印定的是 我个人的私人财产 我跟我老婆虽然说是两口子 但是我老婆要把她的钱给我 让我去付这个房贷的话 是不行的 不能超过103万 如果超过103万 也要收正与税 所以房贷是我一个人在扛着 房产证写到我的名字 后来买家电 买电器 用我的名字去买电器 就是写那个发票 然后付款的时候 是我老婆付款的话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挣你税 就是我老爸爸的钱给我了 这样也是不行的 所以前两天我去买家电 当神秘在意 用我的名义就开了发票 所以我发现不行 所以我今天上午跑了一大圈 然后又去了她那个买电器的地方 把发票名字改了一下 所以很麻烦 所以让人想不通的就是 两口子之间也会发生症与税 所以我觉得很扯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了 喜欢视频点 关注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对 结束之前 教大家一个 教大家一个日文 香菜 香菜 香菜用日文怎么说 香菜 パクチ パクチ パクチ好吃 好了 拜拜 胖胖 拜拜 好 这个影片 如果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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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好 maximize